新闻的项目 之前李嘉诚以七折 卖掉他滨海两个建筑物的时候 大学讲李嘉诚一定闻到了什么 而且李嘉诚这样的动作 绝对不是结束 而只是一个开始 果然没有错 香港四大财团的横积集团安全 把他的一个产业 打折 不是打了七折 不是打了五折 根本就打了四五折 根本就是一个跳楼大拍卖 现在大家到底闻到什么样的味道 香港的整个房市 过去只有涨没有跌 现在已经我们刚刚讲到 长石集团已经打折了 现在的横积集团也跟着打折 其他的四大集团 也可能跟着这样子进行吗 还有我们看到了 现在全世界也都在卖中国的股票 而且现在卖中国的A股 现在卖中国的A股 本来是中国获利最好 最稳健的一个族群 现在如果连这个族群都跑的话 那个对中国的经济 就会造成多大一个打压 而我们看到了习近平 习近平这一次到了南非 他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他所有的规格 所有的接待都不如遗忘 而且习近平的神色 也跟过去意气风发 完全不一样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的 难道是现在中国 已经不能大撒币了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钱了 中国没有办法大撒币 已经没有钱的时候 他在国际之间受到的待遇 也大大的不同了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在大方收一档 财经专家 黄瘦嗦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档 电子报 董事长 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门点人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深门点人杳慧珊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深门点人张雨萱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深的 银居正门点长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之前我们看到 长石集团 卖了两个建案 两个建案打七折 对 大家觉得不得了了 长石集团 以前的房价只有涨 没有跌 而且他会手扛手扛 去创造房屋的价值 但没有想到 这次一口气 啪的打了七折 而且他在北京养地 养了22年 养了22年这块土地 他居然是打九折 把他给卖掉 所以看起来 他现在要套现 你想说只有你吗 没有 李肇基的集团 现在他也卖了 他手下 下面的一些房地产 对 四 五折 保洁事实上 目前香港的房地产 是叫做空杀空 就是什么 原本李嘉诚的长石 已经认为说 房地产走空了 用七折去抛售 结果没想到 李肇基他们的肇基地产 他们居然也用四 五折 去抛售他们的房子 保洁所有才说 空杀空 好 那空杀空 保洁我跟大家讲 李嘉诚他叫香港的首富 他叫李超人 对不对 李肇基 他的横积 保洁他也曾经当过 香港的首富 他也当过首富 所以他们之前 过去香港二十年的首富里面 不是李嘉诚就是李肇基 他们换来换去 一个要李超人 一个要四书 他们两个 香港的首富 四书就是李肇基 他们两个现在 联手在抛售 显然他们两大家族 都在看空 整个香港房地产的 这个状况 而且你说 香港四大家族 这一段时间来 非常凄惨 是他们在股市 他们蒸发的资金 已经高达了 一点五兆台币 对 那为什么这时候去 这个抛售呢 他们一定闻到 不一样的味道 保险 他们四大家族 香港四大家族 过去我们就叫 李嘉诚家族 还有李肇基 还有郭德胜 还有郑玉统 的新世界 四个人 叫做香港四大家族 撑起整个香港 所有的经济人发展 就过去 四年左右的时间 他们的股票市值 争霸一点五兆台币 所以他们当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是对市场 非常敏感的人 他们一定闻到 香港不对劲的 这个局面 那好 不对劲我原本可以撑 可是既然你李嘉诚 已经开了第一枪之后 李肇基 当然紧接地开第二枪 他把他目前为止 在九龙弯的一个商办 创好房 用四五则卖掉 所以跟你讲 房子在卖 商办在卖 保险前几天我们在讲 中国不是这样子吗 对 就房子先出问题了 商办也出问题 现在轮到香港的 这个出售场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闻到 这个两大家族 对香港的房子 看空的讯号 这是非理寻常的 所以你最近提到说 在深圳最好的 那个亚伦湾 这个等于说 这个场地里面 这些人的房子 腰斩又腰斩 而这个腰斩又腰斩 竟然已经进到了香港 考虑姐我们在看香港 现在有的打八八指 刚刚讲打七指 打八八指 你不得了了 这个更可怕的是 创好房 创好房 只限三天 你要买的话 只有这个八月十八到八月二十 要购买竞速 四五折 对简单来说 它是这样 初清 当现金的那种概念 那我们刚才讲 这个创好房 你看四五折震撼大批价 而且限三天 对限三天 好那我们就讲 那这个案子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香港 这是九龙半岛 然后这是香港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尖沙嘴 这个地方 尖沙嘴 尖沙嘴就在这边 那尖沙嘴在这边来说 它是在这个九龙湾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创好房 所以事实上 它的位置还不错 因为它要到这个香港本岛来说 是还蛮方便 对 它这个地方的商办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最高价 我们用最高价 最高价它曾经 因为香港是用一英尺来算 好每一尺的价格是 1.7万港币 1.7万港币 换算成台湾是7万3千 那你知道是 事实上它这一次卖 这一次卖多少 它这次卖每一次是5391 我跟讲 最高是1万7 它现在是5391 所以它这个 最高价跟现在的卖价 差了已经降幅了77% 也就是说 你之前一个英尺平方 它是7万3 现在降到2万2 对 降很多 那因为这一次 它之前的牌价 再往下降 打四五折 但是如果你跟 最高价来比的话 已经快要打了八折 打了这个二折 打二折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 告诉你什么 香港房地产 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 来说显然相当相当不景气 而且这个窗豪宝 我跟他讲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室 你可以做你的这个豪宅 它有多功能使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它内部的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楼梯间就长这个样子 那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它有 它可以做成这个工作室 它可以非常多的这个做法 可以做成这个 类似是这样开放式的 这个就算豪宝 对 你看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 这个商办 就没想到 现在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 就这个横积来说的话 这个 这个卖这些 也没有多少钱 问题是 为什么要那么快的 在这个时候出清呢 所以显见 既然这个李嘉诚 开第一枪之后 我现在能够卖的 我就现在尽快把它卖掉 所以它事实上这两大家族的动作来说的话 当然对香港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讯号 你之前讲过 香港四大家族 跟中南海的关系 都非常深厚 当然了 我们就讲四大家族 为什么四大家族 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显然 对香港的前景 有一点点打上问号 当然李嘉诚来说 或是这个李肇基 他们两个家族 你看他们最近的股价 这是这个长江实业的这个股价 这是新鸿基的这个股价 对 新鸿基就是郭德胜家族 然后还有横积造业的这个股价 另外新世界是郑玉彤的 你看四大家族 不约而统的股价 都在往下跌 对 往下跌来说 我就讲 四大家族来说 如果你四大家族的这个景气是往上 他们的股价往上 告诉你香港的景气是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家族难过了所有香港的十一住行 都是他们四个人管的嘛 就他们四个人的财富蒸发 告诉你说 香港股市也从那个三万三千跌到现在一万七 他们当然知道问题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问题是政府也不准你说 你不要给我卖太多樓 他们现在只能够 能够能卖的就赶快卖 能卖赶快卖 因为他们手上樓也很多啊 他们现在卖 你又觉得说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卖 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非常紧张 能够出清就出清 能够卖就卖 而且不是香港四大家族 现在对中国中国梦哦 开始破片 连华尔街的中国梦都逐渐破灭了 没错 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他就说呢 事实上华尔街的这个中国梦被破灭 我们昨天曾经讲过 在总的美国里面来说 华尔街跟好莱坞是最轻松的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华尔街似乎对中国真的是投下来不赞成票 不赞成票 为什么 第一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高盛目前为止 他们IPO的这个数量是相当相当少 他说去年这个摩根大通 他们在中国的这个证券公司 只有签了两笔IPO 然后摩根斯丹利是一笔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说在中国市场 我过去 几乎没有业绩了 对那我过去 保险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这个所谓高盛银行 这些所谓的这个华尔街巨头 曾经因为他们在中国 享受非常多IPO的好处 过去什么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那些案子 他们都赚了一口气 都赚了好几十亿 结果没想到现在 都摩根大通只有两笔 然后摩根斯丹利一笔都没有 一笔都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 他们现在在中国IPO的商机 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个 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那所谓债券 外资现在也拼命在卖 中国的债券 另外还有贝莱德 贝莱德是很轻忠 他就说我在2021年的时候 我就募了一支所谓的 中国人民币计价的一个资金 就让他找了很多外国人来投资 结果宝姐 不投资还好 一投资很惨 当时木刀的约莫是在66.8亿 折合美金是9.17亿 结果没想到 他现在跟投资人说 不好意思 我这个基金已经亏了 反正50%了 亏50% 所以你知道 是的 华尔街经过这些 他也知道 他钱进去 实打实进去 现在被蒸发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当然觉得说 中国的股市行情 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 所以他们不但是在中国 现在赚不到钱 对 还要把钱给抽走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亏钱的地方 大家其实都不想待 所以现在美国的散户 开始在离开中国市场 那美国的散户 在离开中国市场之后 这些基金就要被动 是就要抛售 所以像最近一段时间 全球基金大概13天之内 抛售了中国蓝筹股 大概110亿美金 蓝筹股 对 蓝筹股就是中国的大型股 那他到底卖哪些大型股呢 第一个包括说像 包括说像什么 再生能源的龙头 这个龙基绿能科技公司 然后中国招商银行 中国招商都卖了 他们两家企业被卖了 这个47亿左右的这个数字 另外还有什么 包括说像五粮亿也被抛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还有比亚迪的股票 分别被抛售至少 29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像现在你看 抛售了这样 银行也抛售 保险公司也抛售 五粮亿我也抛售 然后包括说像电动车 我也抛售 所以其实他抛售的这个范围 是不限个别产业 是能够卖的 我几乎都能够卖 而且卖的都是中大型的股票 这种有点像什么 他在台湾卖台积电 然后卖什么银行股 这样拼命卖的这个状况 所以告诉你是 他们真的不太看好 中国的股市 但是不太看好中国股市 中国现在股民 他们官方要求股民 你给我撑住这个 中国的股市 然后这时候 就有一个官方向就出来了 那就是胡锡进 所以胡锡进最近 你看他这个微博 他都一直说 我在买股票 买股票 就他买了30万 就没想到最近亏了9000块 所以他事实际上 连胡锡进自己都知道说 中国股市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经济 或是中国的股市房市房产 都变向一个悲观的这个状况 有个影片 现在在中国大陆 广泛流出 我看到你吓一跳 是一个东北的女孩子 跑到了内蒙古 去参加她闺蜜的婚宴 可是她最在乎的 不是这个婚宴敢不敢动人 是她有肉食了 内蒙古儿是太好吃的 腿一动 腿一动 我看到她感动得一直流泪 我以为说她被她闺蜜的婚礼 那种气氛所感动 就没有想到 她感动的是 内蒙古的席太好吃了 内蒙古的席都是肉 东北没肉吗 是 我都觉得 因为一开始 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哇塞 可能都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 二十年 三十年的一个好朋友 看到今天有一个好归宿 你才会这么感动 后来就发现 怎么字幕打的 不是 我就把它打开来听 后来发现 你现在可以对我们这个新人 讲几句好听的话吗 麦克风拿来 我从东北来 都不然以为要讲什么感人的 结果喜太好吃了 全是肉 而且我就发现这个肉 它就有这颤抖的声音 那种感觉是真的好像 很久很久 没有吃到肉的感觉 东北没肉是吗 可能比较贵 不知道 但是这整件事情 就让人觉得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在大家认为说 经济不景气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东北姑娘的 这个全是肉的 那个心声的 那个吶海的 那一种感动 才是最真实的 好 那你先提到的就是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是 现在中国人对 中国人对中国的经济 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对 它没有信心到 它真的是用那个 天津 转到暗 这样的词 所以现在怪事评传 什么叫怪事评传呢 现在突然发现 天津平安保险的大楼 大失货 等一下 我们看前两天 曾经谈过 天津这个大失货 大失货里面 有平安保险集团 我跟你讲 我那个画面一看 我后来被人家发现 它失货 第一开始失货楼层 就是从二七楼 二七楼 你们看到 其实有一个看棒的 就写平安保险 现在其实是从平安保险 这边开始往上烧 然后开始上下烧 上下烧的 然后烧 现在他们还在查 其实这个火烧得蛮厉害 因为总能有出动 六十几辆的一个消费 刚刚事总讲说 现在华尔街大卖中国的五票 有五粮亿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 平安保险集团 是 而且他们就发现说 现在平安保险集团 踩到一个大雷 踩到什么大雷呢 恒大 为什么说踩到恒大 这个大雷呢 真的 上面写是 中国平安 平安银行 对啊 平安银行 后来就被人家想 是起火了 是平安也不平安了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情况 是什么情况 原来平安保险 是恒大的大股东之一 而且也是主要债权人之一 所以他们就想要说 恒大的倒闭了这把大火 是不是又烧到 他的一个债权人这个部分 平安倒了 那个恒大倒了 你很多的债款 你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平安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况 会变得雪上加霜 所以人家就说 这把大火 会不会有可能是 相关的一个债权人 比如说你的保险 你可能是保险人 有一些给付上 给你扣住 不让你给付赔偿的情况 人家不满心声去放火 都有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到底起火是什么原因 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好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的 如果现在连香港 四大揣摊 已经不是李嘉诚的 包括李兆基 包括这些其他的 如果都在打跳楼大拍卖 打折台拍卖 那香港不就真的惨了吗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李嘉诚跟李兆基 算不算是地球上 两个最聪明的人之一 当然是 那我现在请问你 先有李嘉诚的打折 后有李兆基的跟进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来说为了 那李兆基这样卖出来的 总金额多少钱 你看到说大概1.68亿 青台币 他差这个1.68亿吗 不差 当然不差嘛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他有策略 他的策略到底是属于 要所谓的套现解套 还是创造市场 就当市场开始坏的时候 先会从银行的法拍屋 先折价 对 对不对 然后市场的价格不会跌 是银行法拍屋跌 对 就银拍屋 从银拍金拍 先开始法拍 先开始折价 大概折个两折 20到30%左右 对 可是20到30%来不及啊 所以他先给你干掉55% 你看李嘉诚先干掉30% 对 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干嘛 他在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价格出来 因为香港还是自由市场 对 香港自由市场 香港价格北京管不了 他这样一搞以后 以后香港的市场价格就确定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市价 大概就七折六折 就腰斩了 腰斩是什么好 那结果怎么样呢 抢购一空 到处抢 就创造 所以叫Market Maker 他是创造市者 创造一个市场 那我之前的房子 价值都减一败了吗 另外一回事 他不管你的 因为他是开发商 他来不及了 他来不及了 他知道 他如果跟着你北京一起 这样货货货货货货 那个就是冷水扯鸡毛 扯到那个整个集团的垮掉 我也一口气给你砍下去 反而有一个什么机会 你知道吗 把你们这些人 本来不想买房子的人的口袋的钱 再逼出来 然后这是香港的效应 但会影响哪里 会中国 中国哪里 深圳 广东深圳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当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在这个广东的大雅湾 是美国人 做工程师 他看到那个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大堆北方的小孩 北方人要逃到南方 有的南方找工作 有的要离开中国 都有 结果看到什么事 看到解放军 在这个福建 在江西 在广东的省界外面 逐起一个防卫圈 阻挡人家进来 他因为不能让广东乱 对 所以他把广东 不是进广东 炮口 坦克车的炮口 不是对着外面 是对着北边 他干什么 不让你进广东 他不让你进广东 所以广东本身叫什么 珠三角经济 珠三角经济是什么经济 你认为说北京能够决定吗 不能吗 不一定 天高皇地远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原则 就是天高皇地远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北京管得很严格 什么事都不能做 要批文什么一大堆 对不对 酒廊不能开 这个东西 什么反正色情行业看不到 广东有没有 都有 全世界最大的 赌钱的赌博的色情行业 全部在广东 所以什么 天高皇地远 就会把很多边界的一些 边缘的一些产业 把它发展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他现在香港这样干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大陆现在要救这个市场 就一招 什么一招 不准降价 对 对不对 银行不准抽银根 然后老百姓不准领钱 把整个控制住了吧 钱拿不到 所以流动性变成的危机 对 变成一个冰块在那边 不会流动 所以我们讲 进入到了流动性的陷阱里了 流动性陷阱之后 你就他因为他控制住 他共产党的中央政府有权 有力量 所以把陷阱变成一个 暂时冻结的状态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挤兑 对 不会有崩盘 都不会 看起来是表面上的瓶颈 可是整个经济开始衰退 那衰退的人 在北方找不到工作去哪里 去南方 去南方 然后就往南埃及 往珠三角起 往禅三角起 还是相对性的好 那相对性的好怎么办呢 那他这些人怎么办 他们这些的主政者 就会去阻挡那些外面 进来的人 他把工作机会 留给本身的 有户籍的人 因为他有户口登记制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香港这个效应 我跟你 你规定我房地产 不能降价嘛 我就偷偷 我就干啦 偷偷跟你降 变相降价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不是中共最有名的话吗 习近平空置得住吗 空置不了吗 空置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的香港的房地产 打折的效应 会立刻蔓延到 长三角跟珠三角 这些有钱的地方 因为最后房地产 还是有价格 房地产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地产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所以你看到这些 跟中央有 逆势操作的一些力量 会因为市场要求生存 会自然形成 所以中共会变成 每一个省份 因为经济条件不同 会形成分裂的中国出来 那不就变成以前的 东南自保运动 就是东南自保的概念 但是它现在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北京这种中央政府 它成本最高的 就是北京这种政府 中央政府管太多 它用中央政府管到地方 边陲地带 根本没有人理它 根本它没有 它的成本太高 而且利有未歹 所以这个时候 地方本身会有一些 变相的一些质保作为出来 那这个质保作为 第一个就是跟着钱走 跟着钱走 跟谁走 跟香港走 所以香港这样一干的情况之下 我跟你保证 广东在半年之内的房地产 一定会降价 也会跌 一定会跟着跌 不是 它要出售 它要活络经济 因为现在最糟糕的 大陆出现什么状况 你知道吗 僵住了 就是僵住了 就是Frozen 它整个市场停滞 它是衰退型的通缩 衰退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停滞 所以香港四大家族 不来这一套 我先干 我先干以后 我跟你讲 香港人没钱对不对 大陆有钱人跑 香港去买了 大家不跟你客气 所以他们在创造市场 然后引动 这些长三角跟猪三角 还有一些活水 会开始活起来 所以抢钱大赛开始了 你讲的没有错 北京会倒大煤 地方会各自为政 好 玉凤 另外今天 有一个全世界都震惊的 大家非常诡弱 到边我们看到画面 从30公尺的高宫 啪的 一个飞机就要掉下来 而里面有谁 有普里科基 对 普里科基 做了这个专机 跟他的助手乌特基 做这个专机 竟然坠机了 然后这一套机器 其实这个航班 是过去来讲的话 它20年只有一个意外 而那个意外是相撞 但是最后 他们是平安的降落 所以大家就去问 这个好飞机 对 是个好飞机 就去问这个 出产的 这个巴西的一个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呢 他不发表评论 可是他要偷偷地 释出一个消息 他说 这个怎么会是坠机 这不是坠机啊 他在起飞 飞行过程中 都是很正常的 他只有在 知识坠毁的前 30秒 垂时降落 他说 这个不是飞机的问题 因为我们才讲 飞机最危险的时刻 起飞跟降落 你现在都已经在空中 平稳地飞行 那是一个安全的时刻 你连飞机 自动驾驶都可以 你怎么会突然 30秒的时候 发出情报 瞬间 就坠落了 而且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降落前30秒 就是这个 是垂直往下坠的 所以并不是什么 机具故障 并不是什么 它完全没福利了 对 所以这个巴西航空工业 这个出厂的厂商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不是坠机啊 这是脊落 它被脊落 这是被脊落的 所以后来 慢慢的有一些讯息出来 它应该是一个 地对空的一个飞弹 一个MISO 直接火炮系统 把他打掉的 这他们说 没有办法评论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机械故障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战争 那跟我无归 对 所以他们觉得说 关我们什么事 所以他们没有 其中任何的击落 任何的评论 好重点来了 普里格金 乌特金 这两个 他是名义上面 这一个 瓦格纳军团的一个持有人 对 那乌特金呢 是他的助手 但其实 这个瓦格纳是谁命名的 是他命名的 是乌特金命名的 你看看他的这个长相 他这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战士 所以呢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看的都是普里格金 但其实他才是真的 把这个整个集团 给壮大的人 但重点是 普里格金死掉了 乌特金也在这个航班上面 也死掉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很多人 发表出一个 很激烈的言论 这些普里格金的旧部 乌特金的旧部 他们要干嘛 他们要在一次发动 真假的 他们这一次要拿回 克里姆尼公 他们说第一次没有去的时候 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全部都集结起来 武装起来 而且甚至就是这样子 他们说呢 如果只要证实了普里格金 证实了乌特金 有的死讯的话 他们就要重新把这个目标 往莫斯科走 你说这些人是瓦格纳军团 瓦格纳现在猛变发出了声明说 如果真的证明普里格金 乌特金是被这个普丁所杀的话 他们就要杀到了莫斯科 对他们就要杀到莫斯科 而且呢其实在这个白俄罗斯 已经有来下一个车队 他们认为说这个车队里面的人 已经来一个车队了 就是普里格金的救部 就是他们要杀上去 那现在来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普丁杀的呢 其实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就直接讲了嘛 这是普丁在大选 什么时候大选 2024年 给国内精英的一个市井 因为当初他们的一个政变 其实很多人就讲说 为什么普里格金有这个底气 一定是军方有人嘛 后来古兰也被疏伤了几个军方的头子 然后呢还有一些震惊的人物 他们认为 他是给他2024年看说 不要乱搞 乱搞普丁的话 你就有一条路 那就是死 那为什么这种死法呢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短命的政变里面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 他们打下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专机 空军的专机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 他们空军的领袖 所以这一次 我觉得就是普丁 他的一个典型的报复 你敢打我们的飞机 我就在你在飞机的时候 把你打下来 不然其实普丁格金 当初已经被他软禁了 什么时候要打要杀 都可以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所以你说 今天把这个飞机给打下来 是许重 对 就让大家知道说 你敢碰我们的人 如果我没有能力 我就算了 现在来讲就是有能力 甚至呢 直接让大家知道说 就是我们打的 那拜登也说了 他们认为不意外 对 所以呢 当初很多人参与 这一个政变的人 我看这些人应该很害怕 而且 你知道吗 之前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就通知 他在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 讲说你们要赶快离开 或者事情发生 结果 现在瓦格纳就在哪里 就在白俄罗斯 对 就你现在居然就把 瓦格纳集团的老大 跟老二 全给宰了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旅游局的 他们的领事局的一个 一个网站 他告诉大家说 白俄罗斯这边是什么 Label 4 Label 4就是最高等级的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白话我就是你不要去 不要去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限出 他们领事馆的一些功能 他觉得说只要美国公民 你最好就赶快离开 你也不要再来了 只在一些紧急的一个作用 所以美国早就闻到 白俄罗斯有问题了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白俄罗斯 在整个政变里面 他做的角色 并不是说这个 Lukashenko 打一通电话来调解 他们认为说 他跟乌克兰 还有还有跟普里格金 跟莫斯科这边 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关系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算了 美国人保护自己 不要介入 对我们不要介入 美国公民先走 然后呢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果然普里格金就死掉了 那真的是普丁干的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普丁在过去来说的话 他一直是一种 就是吃牙鼻爆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觉得这种打法 这种俄罗斯 直接打掉一个飞机 给全世界看 这个就是普丁 典型的报复行为 好董事长 现在有人讲说 第一个 普里格金是真的死 还是假的死 因为你现在只是从这个旅客名单 里面有普里格金 你真的已经确定 还是说他是假死逃亡 这样就是 如果真的是被空中 用飞弹玩意击落的 那真的是普丁干的吗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 普丁为什么不去南非了吗 他要杀普里格金 留在家里面干大事 对不对 他干了一份大事情 那这个事情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普丁 是不是普丁干的 是普丁干的很合理 不管怎么干 他是用飞弹打的 他是里面放的卧底 怎么搞 不管他 就是他干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不是普丁干的 不是普丁干的 问题严重了 普丁今天就垮了 这普丁今天立刻就马上 被其他部队包围了 对 那普丁怎么活到 怎么下来没事 所以这个百分之一百 是他干的 然后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说今天 马上有一部 大型的这个运输机 飞到白俄罗斯 说今天从今天飞过去 从俄罗斯飞的 但是那什么东西 特战部队嘛 俄罗斯的特战部队 飞到白俄罗斯去了嘛 为什么美国要警告你干嘛 他就干他 他把剩下的这些 瓦格纳部队 全部给你消灭回来 怎么可能留你在那边 白俄罗斯混呢 白俄罗斯不见得打得过他们 对 所以他派了特战部队 现在飞过去了 最新的消息 下午是这个消息 所以你看到明天 你还想要报仇 对 谁给你报仇 他把你 他全部整个 所以你的意思说 当普丁决定 要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 确定按下那个按钮 后续你瓦格纳的命运 都已经决定了 就是啊 因为本来就是 他还有第三个 就是非洲的瓦格纳部队 他已经派了这个 他已经派了俄罗斯部队 去接管非洲的瓦格纳部队 他去接管了 接管了 他所有的动作 全部同一天开始展开 可怕 所以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拜登讲清楚 普丁干的 就他干的 就他干的 他干的不是光干瓦格纳 瓦格纳不重要 瓦格纳只是一个佣兵 他是在清洗 他俄罗斯本身的 军中的一些势力 因为军头跟这些 所谓的寡头 有结合的迹象 那这个迹象会 持续清洗下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